这期要跟大家分享纸醉金迷千金妆 其实我好久没有尝试这样的妆面了 我觉得它的重点是在饱满度上 比如圆眼亮片嘟嘟唇 而低头抬眼的这个动作也是整个妆最完美的观赏角度 但是这一切跟我本人实际情况算是两种方向 所以还蛮有挑战性的 除了妆面发型也要注意 额头碎发需要温顺服帖 戴帽子压一下可以让它们自然的垂下来 更多发型细节我会在妆后继续整理 洗脸后直接使用光泽定妆喷雾作为妆前打底 多去搓泥增加保湿度与光泽感 为了防止手抖 我喜欢把手搭在脸上作为支撑去画眉毛眼妆的细节 但我不想破坏底妆 所以取少量粉底液先涂抹在上半边脸 使用厚毛量的斜角刷占取浅棕色 与原有眉形为基础填补修正 做到低头角度眉尾整体是向上的状态即可 这是我屡事不爽的眼妆小桥门 非常适合手残档哦 小型眼影刷占取深棕色 点在眼睛的眼尾处 然后它作为另取眼睛眼影的位置参考 保持两块颜色 大小深度形状相似后 再用一只干净的晕染刷 两只眼睛以同样的晕染方式晕染开 这样既能保证两只眼睛眼妆的高相似度 同时可以精准地画出你想要的眼影形状 因为我是长眼眼部状态又不饱满 所以整个眼妆我都在努力地收紧眼尾 并且增加上下高度 在这里我使用的鼻影画法与以往不同 这次主要突出鼻头弱化鼻梁 营造更多俏皮感 无底色的珠光叠加少量大颗粒亮片 可以在多个角度达到通透闪亮又细腻的光泽 远看很闪近看又不会有廉价感 水光唇绝对没看起来那么简单 它可能是这么装面最新鲜的那位了 先用刷子把颜色晕染开 再叠加更多颜色在唇中 然后用手指将透明唇蜜 轻轻点在整个唇部 自然见面又通透 与眼妆完美的呼应 最后整理发型 用卷发棒向外压卷发尾 整理出自然随意的分分 装面和发型就完成啦 你学会了吗 好了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